剛才明明沒風 不,又冷又肚餓 剛才明明日後突然變夜晚 為何會這樣 是嗎?前面明明沒人 那個不是… 我認得,是賽斯貝的背 賽斯貝的背,你認得到嗎 去找他 你們為何要叫我來這裡 我沒有,我們剛剛到 對,是他認得到你,賽斯貝的背 我不會 為何你們要來騷擾我 我沒有,我第一次見你真人 我不要騷擾我 不要… 小心點… 還要鬼上身 小心點… 小心點 為何勁我手指 我不敢碰他 你勁他 你認識他 韓欣 突然都不認識他 你們兩個說夠了嗎 我是你們兩個今天的嘉賓 害怕…不害怕 我害怕 我們請了賽斯貝,有甚麼大面子 是事後來的,你這麼厲害 你而已,托你的洪福 你知道嗎 你剛才認得到他 今天就這樣了 是 我開車,走吧 好 又是他開車 他… 我被他的電影嚇到他 他還沒說鬼鬼 就是了 那些電影很厲害 這麼厲害 嚇死人了 我自己做完了 我心跳了剛才10分鐘 即是你一用…這叫甚麼 一… 用那套力 用那套力 就… 就會自己也害怕 自己也害怕 拍攝這些會… 心裡真的莫名地不知道為甚麼 那是否因為你本身也害怕 所以當你做這些的時候 你就會用到你自己最害怕的東西 可能我想像力豐富 而且我從小到大都很害怕 是 有一個經歷就是… 是跨國的經歷 你嗎?你自己嗎 是甚麼 不是,是我的朋友 你的朋友 我們經常會去馬來西亞工作 其實大家都聽過很多雲頂故事 這個工作是一個國際性的工作 有很多不同的派對 去參與這個項目 是 不是大家為熟悉的一間公司去做 所以不可能是整股事件 是 不可能整股事件發生甚麼事 就是約了7時去酒店的地牢 會議室開會 酒店是去到Lobby Lobby再有一層樓梯 轉過去就是會議室 沒有其他地方 即是沒有升降機到那層 要轉樓梯 沒有升降機 亦是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去到 不可能找錯地方 好 你直接去到Lobby 只有一條樓梯 去下一層地牢 而那個地牢只有會議室 沒有其他地方 7時 那位同事 下去,一個人都沒有 等了一會,一個人都沒有 也不是一會 也等了半個小時,一個人都沒有 他心想可能會否是… 去錯地方還是夜錯時間 夜錯時間,各樣的事 因為不可能去錯地方 因為真的只有那裡的地方 他便回到房間 隔了一會後,然後… 然後有人敲他門 說你為何剛才沒有來開會 他說… 甚麼 他下來了,沒有人 坐在那裡半個小時 所以沒有人 這樣敲他門 對,真的敲他門 然後說為何沒有來開會 其實當時已經整個人 很禮牌 就是蒼白 臉聽,然後又發燒又吐 好像去了另一個角度 當時已經安排了 不如你先回香港吧 真的那麼生病嗎 對,生病得很重要 也有同事分析過 會否是說大家弄捕你 但沒有 這個弄捕很大 但沒理由 但沒理由,因為大家剛才 相識不同的派對 不是同公司 所以不會這樣弄捕 好,他第二天便飛回來香港 自己一個 對,也打算離開了 應該沒事了 然後有一天他在家裡開窗 即開窗,打算有點新鮮空氣 那天是風來日,沒甚麼風 而且通常有風 都是風在你旁邊吹捕而已 對 然後他那天開窗 突然間有很大風 那個風是穿過了他的身體 他是真真實的感覺到 那個風是穿過了他的身體 然後隔了一段時間 才知道原來他在樓上是空架 他在樓上是空架 然後後來搬走了才沒事 怕嗎… 很怕… 他穿過自己的身體 第一次聽到這種動手 對… 我想起馬來西亞 我有個朋友 他是一個導遊 也是這樣,因為他本身經常遇到 這些事的見怪不怪 有一次就帶團 結束好後,大家回房間睡覺 明天再帶你們去哪裡玩 然後他的電話響 電話就… 他就拿起電話 然後原來他的團友跟導遊說 導遊 不行,那間房間有東西 然後導遊就打到樓上 問他可以換房間嗎 然後下面就說 喂,沒有了,整間酒店都敷了 那一個導遊說 他就跟那個團友說 這樣吧,我就跟你換了房間去吧 他就… 換完吧,換完之後 他也感覺到房間沒甚麼 他就洗澡了,洗澡了 就睡覺了 然後睡著睡著 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他的被子突然被人… 向後拉 那他心想甚麼事 你為甚麼扯我的被子 我馬上手心冒汗 他就再扯上一張被子 一扯完 又再扯上去 你的聲音很像 很像 真的是這樣 然後他就再扯 然後整張被子飛到床上 然後導遊說 我來工作而已,撐住你的肺 不是,讓我睡吧 然後他就躺在地上 把自己包著睡覺 不再被被子在床上拉進去 因為他就發火罵那種東西 叫他不要攪拌 不知道你在馬來西亞 有否類似這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也有一個是這樣的 又是發火就沒事了 對,很多人都說這樣 經常都不見東西 不見了湯匙、直頭髮器 甚麼都不見了 然後又說 我只是想弄頭而已 不知道為何那個劫就出現了 那個直髮器 就是有這些 人家說不見東西 即是可以拿走你的東西 拿回來是代表甚麼 好像代表是那個… 你跟他有溝通 那個東西直接跟你溝通 之前說有一個人搬到屋子 他聽到有小朋友說 媽媽…在這裡 那個事主就說 有小孩的聲音 他以為是街外 他就去他的村屋找沒有小孩 然後回到樓 然後聽到媽媽…在這裡 那個事主突然想起 不對,可能附近有些狗 那些狗會否襲擊小朋友 他就下去 又沒有那些聲音 我回到樓 他跟包租婆說 喂,包租婆,這裡有小朋友嗎 然後包租婆想了 就說這裡周圍也沒有小朋友 最大的小孩 最大十幾歲 然後他就說沒事了… 有一天 那個事主就在家裡 那盞吊燈 掉下來 他就跟包租婆說 包租婆,不好意思 你稍後掉下來,我陪你 這個時候包租婆就跟他說 不用陪了 你快點搬 我回應你,通常聽到聲音是一樣 聽完聲音後,他有動作 他就對你有興趣了 所以包租婆叫他快走吧 我聽到有嘔吐 包租婆真的覺得燈掉下來 是那些東西 對 我想看我們到站 我可以下車嗎?我真的很害怕 我想跟你… 你說一個嗎 有一個是關於大學的 大學畢業 一群朋友去尼泊爾行山 其中一群人有一對情侶 去到基礎燈 因為那位女朋友不舒服 所以男朋友跟他說 不如你不要去 你就在這裡等我們回來就行了 兩、三天就回來 好,第一天沒有他們消息 第二天也沒有 第三天也沒有 女生就開始擔心 而且看到天氣越來越差 好,到了第七天 那群朋友就回來了 回來了的朋友 唯獨他男朋友不在 他問我男朋友去了哪裡 他說,你知不知道 就是出發後的第一天 因為他們遇到山泥驚醒 你的男朋友走了 死了 他說我們故意在他頭七時 趕著回來 陪你一起 不然怕你會害怕 好吧,女朋友很傷心… 到了差不多12時 他男朋友真的出現了 他男朋友出現了 當時他整臉都是血 走到他女朋友的面前 一捉住他的手 然後就拼命地跑 然後他女朋友被他捉住 立刻在尖叫 立刻在掙扎 然後踢掉他的時候 他男朋友跟他說 你知道嗎 在我們一起上山的第一天 遇到山泥驚醒 我們一起死了 全部人都死了,除了我 即是怎樣 即是你相信誰 誰是鬼… 你會相信誰 我也相信誰,只是覺得很傷心 因為一對情人要分開 但可能… 突然間轉變了 轉變了,我猜了 他幻想力果然… 對,我轉變了 對,從此分開 他不理究竟是誰 其實沒所謂 但一對愛人要這樣而分開 即是你相信他死了的人 或者可能全魂都消失了 可能全魂都消失了